假期出游 美食打卡也是人们的主要选项 在重庆 临次至比的高楼 错落有致的山城风貌和烟火气满满的美食街 吸引了很多游客开启逛吃模式 在重庆解放悲伤圈 10月1号至5号的客流量达到500万人次 其中不少人会来到九富盛名的美食聚集地 八一路好吃街打卡 品尝各种地道的重庆小吃 更有游客专程为了美食而来 开启逛吃模式 将300米长的好吃街从头吃到尾 酸辣粉 盐水鸭 麻辣串串 手工包子 重庆小面 整条美食街香气四溢 挑动着人们的味蕾 食客们纷纷在自己喜爱的美食门店前排起长队 为了心中的那一口麻辣鲜香 就算排上几十分钟也心甘情愿 排了有半个小时吧 因为都说他们家的很好吃 所以说来打卡尝一下 重庆小面 对 我们还吃了红油超手 都蛮好 我84年是最后一次来重庆 等于到今年是40年 我以前来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重庆的怪味胡豆 所以这次来我又买了怪味胡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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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